航母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象征,目前世界上有航母的国家不少。 那你知道全球哪些国家拥有航母吗? 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目前拥有航母的国家总共有八个,除了武昌以外,印度、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是我们的邻居泰国都有航母。 虽然拥有航母的国家并不少,但是世界上能够造出航母的船厂少之又少。 目前,全球只有六个造船厂能够建造航母,其中就我国就占了两个,但是作为军事大国的俄罗斯却一个都没有,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六家船厂能够建造航空母舰,分别是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建造厂之一,也是美国海军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美国十艘核动力航母全部由这个造船厂制造,它是美国唯一一个能对核动力航母进行维修的船厂,被誉为美国的国宝。 英国罗塞斯造船厂,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厂,没有之一。 它见到过日不落帝国的余晖,它坐落于苏格兰福斯湾,是英国最大的造船厂之一,历史刻意追溯到1909年。 这个船厂专门负责建造和修理军舰与航母,英国皇家最新伊利沙白女王级航母,就是由它负责总装工作。 法国布勒斯特海军造船厂,这是法国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也是法国海军旗舰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的诞生地。 这是除美国以外,唯一能够建造核动力航母的造船厂。 它还负责法国海军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建造和组装工作。 中国大连造船厂,这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造船企业之一,也是中国海军最主要的军用造船基地之一。 它建造了中国海军两艘现役的辽宁号和山东号常规动力航母,并完成了辽宁号从原苏联瓦良阁号改装而来的工作。 它还建造了中国海军055型万吨大区和052地形区逐舰等先进军舰。 中国江南造船厂,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民用和军用综合性造船企业之一。 它正在建造中国海军第三艘也是第一艘弹射式起飞和阻拦着陆系统的核动力航母福建号。 它还建造了中国海军055型万吨大区和052地形区逐舰等先进军舰。 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这是乌克兰最大的造船厂,也是前苏联海军最主要的造船厂之一。 它建造了前苏联海军9艘航母,其中包括现役的俄罗斯海军库兹涅佐夫号和印度海军维克拉玛蒂亚号。 它还建造了中国海军辽宁号的原型舰瓦良格号,以及未完成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以上就是全球能够建造航母的6个造船厂,其中中国占据了两个席位,美国、英国、法国各有一个,乌克兰也有一个。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一个也没有呢?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之一。 它的海军拥有一艘库兹涅佐夫号核动力航母,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军舰。 但是,俄罗斯却没有自己的航母造船厂,这是为什么呢? 俄罗斯的航母建造能力主要来自于前苏联时期,而前苏联时期能够建造航母的造船厂,主要集中在黑海沿岸的尼古拉耶夫和尼古拉耶夫州。 这两个地区在苏联解体后化归了乌克兰,导致俄罗斯失去了这些重要的造船基地。 而俄罗斯本土的其他造船厂,由于地理位置、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等原因,无法承担起建造航母的任务。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一段深重的经济危机,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代下降了近50%。 这使得俄罗斯无力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开支,不得不削减和调整其军事规模和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建造一艘耗资巨大,周期漫长,效益不明显的航母显然不是俄罗斯的优先选择。 俄罗斯更倾向于投资一些性价比更高,更能体现其战略优势的武器系统,例如核潜艇、战略导弹和空天武器等。 俄罗斯的海军战略主要是以防御为主,以保护其本土和利益为目标。 俄罗斯并不像美国那样,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远程投送和干预,也不像中国那样需要在周边海域进行争议和维权。 因此,俄罗斯对于拥有一支强大的远洋航母编队并没有强烈的需求和动力。 相反,俄罗斯更看重其近海防御能力,以及其在北极和地中海等关键区域的影响力。 因此,俄罗斯更倾向于发展一些能够提供强大火力支援和反舰能力的武器平台,例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等。 这些武器平台不仅成本更低,建造更快,而且更适合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和战略需求。 即使俄罗斯有了航母造船厂,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地建造出一艘先进的航母。 因为航母的建造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技术难题,例如动力系统、起降系统、雷达系统、指挥系统和武器系统等。 这些技术难题需要长期的研发和试验,而且需要与舰载机、舰载武器和其他军舰形成有效的协同作战能力。 俄罗斯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技术差距和短板,例如其核动力技术不稳定、弹射技术不成熟、舰载机性能不突出等。 这些问题都限制了俄罗斯建造航母的能力和效果。 俄罗斯没有自己的航母造船厂,主要是由于历史遗留、经济困难、军事战略和技术难题等多方面的原因。 虽然俄罗斯也有建造新型航母的计划和愿望,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而且,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是否真的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远洋航母编队也值得商榷。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在建造航母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和能力。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两艘常规动力航母,并正在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 而且,中国还拥有了两个能够建造航母的造船厂,分别是大连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拥有两个航母造船厂呢? 国家意志问题,中国把建设强大的海军作为实现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中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海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也是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保障和延伸。 因此,中国需要拥有一支能够在远海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参与国际合作和维稳,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海军。 而作为海军最强大的武器平台之一,航母自然成为中国海军建设的重点和方向之一。 中国对建造航母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和支持,为航母建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保障。 经济实力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使得中国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资源,来支持其军事建设和发展。 建造一艘航母需要耗费巨额的资金,而且需要长期的维护和运营。 这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完全可以承担的。 中国不仅有能力建造自己的航母,而且有能力建造多艘航母,形成一支规模庞大、技术先进、战斗力强大的航母编队。 技术能力问题,中国在建造航母方面也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从引进乌克兰的瓦良格号开始,经过改装和试验,成功地打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然后,中国又在辽宁号的基础上进行了自主设计和改进,建造出了自己的第二艘航母山东号。 目前,中国正在建造自己的第三艘也是第一艘核动力航母附舰号,这将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法国之后第三个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中国在航母建造过程中不断地突破了各种技术难题,例如动力系统、起降系统、雷达系统、指挥系统和武器系统等。 中国还在不断地研发和改进其舰载机、舰载武器和其他军舰,以提高其与航母的协同作战能力。 造船能力问题,中国在造船方面也拥有着世界领先的水平和规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其民用和军用造船能力都非常强大。 具备大规模建造航母的能力,中国的造船企业在航母建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高效的生产能力和优秀的工程管理水平。 辽宁舰、山东舰。 辽宁舰2号的相继亮相,不仅标志着中国首次实现了航母的自主研发和建造,更是海军实力的显著提升。 这不仅是技术实力的进步,更是国家决心在国际海军舞台上展露头角的体现。 同时,这一系列航母建造的背后凸显了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工程领域的卓越实力。 从航母设计到建造,展现了中国在航空、电子、船舶等多个领域的综合实力。 这不仅是对技术实力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不懈努力的高度肯定。 这一系列的成就,为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赢得了更多的声望,为国家在全球军事竞争中赢得了更多先机。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知晓,我国造航母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的。 虽然在此其中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我国也在不断努力摸索和进步当中,面对一些缺陷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相应突破。 然而对于一个大国,面对自主研发航母并且进行建造,在此期间肯定会充满着竞争力,这一点是必然过程。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航母技术的发展以及进步。